我妈在做粪 嫌我们家厨房的灶台太高了 我这个做的是90公分的 我妈身高1米6 然后我们一家都不觉得小 然后我妈觉得她这个太高了 只能这样子 这个煮的全很好吃 好吃 你煮的都好吃 然后这边是我们做的鸭汤 人家家里自己养的 味道就是不一样 真香 真香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大美儿 哈喽大家好 我忘了苦点 你看大家都在关心你的脸 我们马上下周 下周三就要开始住院了 然后在下周五的时候 开始进行手术 然后这边有很多网友都在关心说 这个腺样体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特征 首先第一点就是 他的睡觉是张嘴呼吸的 他没有办法用鼻子呼吸 如果他在睡觉的时候 你把他嘴巴合住 他的鼻子就会不通气 他就容易被气给变醒了 对不对 这个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是睡觉 他会打呼噜 因为他这边呼吸道是被堵住了嘛 腺样体跟扁桃体呢 它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他是会自己好 为什么我的医生说 他这个自己好的几率呢 非常低呢 因为首先第一点呢 是我女儿他张嘴呼吸 这个时间呢 已经有一两年了啊 时间有点长 所以呢 吃药治愈的几率呢 基本是为零了 就是只能通过手术切除了 这好像打一个比喻吧 就是这个腺样体呢 它长出来了呢 就跟死肉一样 它是多余的肉 有的人呢 他说会自己下去 那是因为他堵塞的面积 不是很大 我们堵塞的面积呢 是百分之六十六 反正也是一半以上了 把呼吸道一半以上都堵住了 就算不感冒 不上火的情况下呢 他也是没有办法自由地呼吸的 然后第三点就是 他由于每天晚上睡眠不好 所以呢 就是第二天注意力不集中 第二天就是老是很累 所以就没办法注意力集中 然后由于呢 每天张嘴呼吸呢 他就会有一个现样体的面容啊 你看一看他的侧脸啊 侧脸他的嘴唇是有点上翘的 看一下有点上翘有点凸 然后下巴呢是有点后缩的 其实我们一家的眼睛呢 都是特别好的 我女儿他小时候呢 也是跟我儿子长得一模一样 这个现样体呢 它有很多原因的 也有可能是小时候经常发烧啊 然后就是喉咙这块容易发炎啊 他后期也会造成一个这样的情况 然后我看评论下方有很多粉丝呢 他也有的孩子都是 我们家孩子也是脏嘴呼吸啊 怎么样怎么样 如果你们实在担心的话 我建议你们去医院查一下啊 因为具体不能根据你的特征呢 去定义你的一个具体的情况 还是要拍片为准的啊 给医生看 医生才是最专业的 你千万不要去听道听途说啊 谁家说啊 吃什么能好 有什么偏方 那是不可能的 咱们还是按照大医院 按照科学的方法去治疗 也有人说这个东西不用弄 他会自己好 真的是 哎呀我怎么 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们家是女孩子吧 你可以不弄 然后你到十岁以后 他这个线样里面容会越来越明显 一年比一年丑 这个是肯定的 然后到十二岁的时候呢 你想你的线样里面容 已经越来越丑了 你到时候估牙 去整这个牙齿的钱 肯定是比你现在做完手术 然后十二岁去做的时候 来的费用更多一点 反正医生有说啊 有的人就是啊 不听劝啊 觉得建议他手术 但是他不手术 他就撑到了十岁 十岁去整了个牙 花了七万块钱 七万块钱 然后还整的就是 后期可能还是要笑 去整了什么的 其实现在女孩子 很多花钱去做整情 花个几万几万的 我们这个 做这个线样体切除呢 主要目的也是 以下几点啊 第一点就是说 肯定希望他越来越好看 是吧 第二点呢 就是他睡觉啊 睡觉真的是很不舒服 然后第三就是 学习方面 只要是中和这几个方面 还有的人一直在问 这个费用啊 这个费用目前呢 我们儿童医院跟我们说 如果自费的话呢 是一万五 我们家孩子啊 因为我们这三年 没有回福建啊 所以医保啊 什么我们都是没有 所以我们没得报销 只能完全自费啊 完全自费的费的用 就是在一万五左右 如果报销的话 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钱 所以呢 具体的一个金额呢 还是要以你们当地的医院为主 因为我们去的那家医院呢 就是儿童医院 也属于比较高端的 不是那种老城区 它的费用呢 是相对于会比其他医院 费用还贵一点 但是它的环境特别好 加上呢 就是有专家去做诊啊 有权威性的 所以安全呢 也是会比较放心的 还二来就是环境啊 因为小孩动手处嘛 你不可能啊 去普通的医院 老是跟那些啊 一些中老年人啊 因为耳鼻喉都是在一个科室的 然后住院的时候呢 也是在一个病房的 一个病房呢 环境太过于杂乱呢 对孩子的休息也不太好 所以呢 我比较讲究这一些 哎呀 说着说着又过来这边 跟我妈聊聊天 她的脚太臭了 哈哈哈哈 不是臭 你的脚不臭 你的脚很酸 酸知道吧 酸跟臭是不一样的 你不相信你自己闻 你自己闻 我的脚可香啊 你的脚不是臭 你的脚是酸 酸臭 酸臭啊 你的鸭鸭酸臭 闻一闻 闻一闻 你闻一下你的鸭鸭 你自己闻你的鸭鸭 你的脚那么臭 你还好意思 让学学闻似 甜甜 你闻一下 你外婆的脚 是不是跟你一样臭 我老公回来了 又买鞋 又买鸭 支持国货 买安踏 安踏里面 这个鞋不是一样吗 这个鞋 天天买买买 不是买衣服 就是买鞋子 你买那么多白鞋 有谁给你洗过吗 我自己洗过 你自己洗过吗 我不给 我也没给你洗 你自己洗过吗 你买鞋就跟一次性一样 不舒服 人胖穿什么都不好看 不舒服 然后我们已经吃上了 鸭汤 妈妈的味道 今天的晚饭 小王你不吃饭 你要去剪植菜吗 再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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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吃饭坏习惯 你才干贵的吗 等一下要不等一下看一下那个抽屉有消炎 要先吃一点 他这两天都上火了 别这样子弄很恶心啊 你手术不要怕 手术不疼的 你们他们当时 当时卖 你们当时上学的时候 不知道有没有交一个保险 没有 上小学有吗 有有 就是这包上有一个保险 然后有 你那个保险 是那个学校报的 不是咱们这种的 对 但是 那住院的应该有 那不一样那些意外 意外保险 不是这种保险 不一样 哎呀 哎呀 没得报效就没得报效 无所谓 少买一个包 坐着点 今年就 今年就少买一个包了 给我女儿赞助一下 手术费 我妈说包没用 外婆说的才是真理啊 好了 这一季就先跟你们分享到这边了 今天呢 主要是想跟你们说一下 这个医药费 还有这个信仰品的一个情况啊 然后就先分享到这了 8点半了 孩子也要去睡觉了 拜拜 关注一下我们一家哈